大家好,我是小阳老师 这一刻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模型的制作 这是一个很老的问题了 就是在大概十年前吧 我还在A家的时候 我们就做过一次这个模型 当时是宣源老师做的 但是那个教程呢没有留下来 然后前两天呢 就是我已经开始在YouTube上更新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频道了 然后就有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朋友看完了之后呢 也想问说这个这些问题是怎么提问的 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沟通 我说你发我邮件就行 这个然后这个朋友就说 我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我的模型请求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真的收到了一封这样的邮件 然后这个朋友问的呢就是这个模型怎么做 如果放在国内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不理了 那是好容易有一个海外的朋友过来问问题 这个总要满足一下是吧 虽然拖了快有半个多月快一个月了 其实我也是尝试了很多方法 直到昨天突然想明白了一个东西 然后就顺势就做出来 当然这是我第二遍做 第二遍做的布线不是很规整 那么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要怎么去制作 首先呢 这个是一张照片 它这个圆呢不正 所以我们自己得这个重新画一个圆 来做这个参考 取个整数 然后重新调整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位置 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部署要降到五 部署降到五之后呢 从这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它两个点之间有五个部署的点 然后呢就是六个线段 那么从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遇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要是怎么去分析它 从这开始 一个线过去 然后依次 这样 连过来 形成这样的结构 然后这边大家注意看 它也是六根分段 然后这边的这六根分段呢 你旋转180度 就是跟这边这六个分段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口 这六根分段转到背后去之后是六根 然后从这边连过来是六根 然后你这块还有一个平面 逐一的这样的上去 四根线 然后这块是这么跟它 衔接过来 就是形成这么一个网状结构 你这样去思考完成之后呢 你能大概算出来 就是这是六根边 这是六根边 这是十二根对吧 然后在这儿你加上四根 一二三四 里边这个圆呢 就是一个十六根线的这样的一个圆 我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之后 才搞明白这个结构要怎么去做 那么想清楚了这个之后 我们去入手的时候 中间的这个圆呢 我们可以稍晚一点绘制 咱们先根据 现在咱们看到这底图来做 等到真正去确定它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再去调整那个圆的位置 我们准备好一个工具 就是什么工具里边 这样咱们先创建一个平面 差不多这么一个位置 转成多边形 然后进入到多边形的边层级 这里我们要频繁用到一个循环工具 我们把它点开 然后放在这儿 好这个工具有了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材质 这个材质是我提前做好的 我从头做一下 拽到零帧 把这个材负赋予它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10%左右的透明度 开启关键帧记录器 往前移动一帧 改成100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通过键盘上的这个逗号句号 这两个键子 来快速的在这个透明当中切换 有些东西说 老师不用那么麻烦 奥特加X这半透明就行 那大家注意看 在一个浅色底图上 它的清晰度 跟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清晰度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提前这个想明白 这东西咋弄 好 然后在这呢 我们画一根线 从中点往下来 到这个胶口的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做 这是一个参考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到这个点中间 我画一个弧 确定这个 这块的这个长度 然后给它重新添加一个 规格化映条线 中间呢 一二 不是插入 结束 改成 七 一二三四五六 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的话一对应 好 一对应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俩线连起来 好 跟它这个 附加到一起 然后起点设为同样的一个方向 直接 横接面 连一下 部署归零 直接添加这个曲面 好 啊 法线翻转一下 给它一个材质 啊 我们把整个这个线形 稍微再往下 一点 好 好 选上它之后 右键转换成可编辑 对边形 然后选上这个边 点一下 环形 我们给它连接四根线 好 我自己手动做的时候 最开始想得到这个面呢 是靠这个变值和间隔来实现的 现在想的话 可以直接这样来实现 好 这是一半 这是一半 这个呢 我们先放在这里 中间这个根线就没有用了 然后我们再画一根曲线 好 然后这个线呢 我们也是重新给它规格化一样 样条线一下 显示结结束 然后给个7 右键转换成为可编辑 样条线 这个点稍微往上移动一点 好 现在你看感觉它分布不均匀 不重要 咱们全都连接完成之后 基本成型的时候 再去调整它中间的这个过渡均匀程度 现在呢 这样做起来 对大家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也好 方便记忆 好 好 我们再描上面的这六根线 好 描好了之后 把它们重新附加到一起 然后 横接 转成曲面 右键 然后这个翻转一下法线 右键转换成可编辑度编形 给个材质 OK 环形 然后呢 添加三根线 这样的话先跟它连接上 有些东西说 老师为啥不直接画呀 直接画的话呢 这个点不好找 你说我这个 这外边12根线好弄 里边画完之后 你规整画 规格化样条线完之后 这个终点不在这条终线上 变成跑这来了 那么回头接里边的那个内容的时候 就比较费劲 好 现在这个弄好了之后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布线 这些地方如果线这么密集的话 将来咱们去调整效果的时候就报调整 所以目标点焊接 这个呢 我们都把它汇聚到外边的这个点上 先都焊过去 焊完之后 这里呢 我们汇聚一次 汇聚完之后 把中间的这根边移除 这样的话 大家看它是一个四边面 一二三四 然后这些位置呢 我们中间留一个点来做 这个参考 这是两个四边面 然后把这根边给它移除掉 这是三个四边面 三二一四 这样的一个过渡 回头我们去调点的时候呢 也可控 这个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选上 这个边 给它横向的拖拽一下 大家看 这块就形成了一个高度 对吧 这个我们先把它 Z轴给它 X轴给它打平 然后这时候就存在一个 我如何去确定这些点的位置的 这个概念 在这呢 我们画上一个参考的这个圆 拿底下这个做一个参考位置 把它先对齐到中心的这个点上 然后呢 我们画一个圆从上到下 85 把这圆调小 调到65左右 然后中心位置对齐 把它的这个步数降到3左右 降到3的话是 一二三四 四个边 刚才我算过了 一圈要16个边 才能跟它张罗比接上 好 这个做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旋转角度 差不多75度吧 这样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参考的是 它原图的话呢 它应该再转一点 但是以我制作的这个经验 就前两边测试的这个经验的话呢 这张图不正 做出来的效果未必好 好 有了这张参考图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嗯 哦 转到这的时候呢 就有点尴尬了 如果你这个点往里边去捕捉他的话 那就变成内耗进去了 但是我们这点明显是在外颜上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点应该是 应该是一二三四 应该是这个位置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应该是这个位置 就甩到甩到前面来 那么中间空的这几个节点怎么办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中间你要增加分段 点一下环形 然后给它增加三个连接 增加完三个连接之后 正好出现了顶上的三个对应的点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捕捉到这个上面去 这样捕捉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位置的这个边给它分割开 让它变成两个结构 上面的这个结构单独的进行松弛 但是松弛完之后这个点我们会重新调整一下 先放在这 然后底下的这个是另一个元素 我们再给它这个松弛一下 好 后面调点的这个工作 我们再一点点再说 刚才这个这个点的这个结构没动 没关系 现在可能有东西还看不出来 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是 这怎么浪漫些糟的 没关系 我们先先放在这 一会儿我给大家看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 咱们先把这些头上的位置都给它对应上 还是开上三维捕捉 这个点 捕捉的是这里 然后相应的逐一的给它对接过来 因为数量是算过的 所以一定是能够对接上 好 然后为了让大家能看清楚呢 我们把这块的这三个点给它挪出来 调整它的这个高度 先不用一步到位 从这个 细分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它的这个 在这上面的这个曲度 这个先这样 虽然还要再往外提 但是这个位置 现在他们还仍然交汇在一起 提的话呢 大家可能就乱了 我们先 先放到这个高度 然后 这个模型的点 跟它一一对应 好 也都挪过去 相框显示 好 挪完了之后 再松强一下 然后这边的这个 我们也重新松弛一下 好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看没看得出来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调整的这个点的鼓的程度不够 而且圆润度也不对 但是这个这个方向应该能够看出来了 然后这个边的这个点 我们把它重新分开吧 把这个分离一下 单独的去做 这样我们先先把这点调整一下 让大家能够看明白吧 这个形 现在大家是最不容易理解的 首先是把它松弛过的这个点呢 依旧先都挪回到它原有应该所在的这个位置上 按照这个发射状的这个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大家不就看得清楚一点吗 其次是呢 这个点都已经跑到这个圆的位置了 这个点不可能原地在这待着 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是手动的要把这个点给它形成一个弧线 逐一形成一个弧线 所以这样调完之后 你顶时图在这儿 你不光是要调整成一个弧线 你还得让它是这种圆弧状的 不是说直接直着过去 它也得是一个抛弧线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才OK 那么相应的这里边的点 也得符合现在咱们调整的这个走势 这个居中的这个位置 稍微我们延展一下 那么大家看 这块是不是就圆润的过来了 圆润过来了之后 底下的这个面 我再选上这个点 开启三维捕捉 逐一的跟这个有高度的这个位置 给它对齐上 好 剩下的呢 也都是体力活 而且现在你看它还是不够饱满 咱们从这个角度上看 它本身应该更圆润一些 就是 这个点应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结构 现在就还是不够饱满 那从顶式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它应该形成什么呢 越往这边它越近 然后越往这边越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才能形成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位置我们手动的调整一下 剩下这些基本上几乎全是体力活 咱们先把这三个形 给它调的圆润饱满顺畅了 这是需要反复这个对比 然后各个角度去观看 这样调的一个过程 拼的是这个模型师自己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对于布线的这个理解 我这部分我先暂停 等到调完之后给大家看 反正大家可以看就最小的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调成这样了 那无非就是把这个形和这个形 在现有这些节点上调的 让它连贯顺畅就可以了 好那我先暂停一下 好那我简单的调了一下 那么调的现在你可以看 基本上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了 但是这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就是跟其他位置的这个配合 那怎么配合呢 首先你把这三个一起选上之后 按着Shift原地 注意这里要用这个自身坐标 把他们自身的这个坐标呢 给他放到中心点上去 一个一个来 把这个坐标都放到这个中心点的这个位置上 好 然后把这三个模型基于自身坐标 原地旋转180度 注意一定要实力 实力之后再选上这三个模型 这现在是六个对象 再按着Shift原地旋转180度 好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看一下 它的基本形态已经出来了 基本形态已经出来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看这就对接不上 看到了吧 这对接不上 然后这的线 如果从前程中 你看这个线它不顺畅 不顺畅 正常来说它应该是一体连过去的 然后包括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现在你能明显感觉到它 这个很尴尬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不限 它应该串到这来 这个应该串到这 这块应该这样 这么连过来 但是这么一连 这个圆的就走形了 所以要前后结合着去调 包括我们改成半透明之后 这个位置的边 如果它变了 那么后边的这个边也会跟着变 所以刚才为什么用关联的方式呢 我们其实还是每次都是调这三个模型中的一个 但你调它的过程当中 其他四个位置都会跟着改变 你比如说 大家看 我现在就是调整这个点的位置 那么我这边调整好了 这边就也跟着调整好了 甚至包括这个背面也都调整好了 然后你看现在这部线它不舒服对吧 所以我们要留出这么一个缝隙来 就是这个点 我要往后串一下 那我这么一串 这块中间就拉开缝隙了 那我们怎么保证中间的这个位置 或者说我这个串 我往这边串一下 跟它形成一个缝隙 它实际上是有的 大家看参考这原图 它中间就会是有一个厚度的 那么你必须得是四个方向都关联着这样的去串 才能保证每个地方都拉开一点 那这儿串开一点之后 我们里边的这个呢 我就可以调整这个方向的 或者还是调这吧 调这好看 方便看一些 那我这个点 我就比如说往前拖拽一点 我就人为的给它增加开一些距离 中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对接的关系 等到这个对接关系 我结合好了之后 比如说这我往上抬一下子 然后我这个也往回收一下 中间我这就是开个口 然后回头再想它怎么具体的这个去衔接 好像这个位置还真得手动的去 中间倒是这个边和这边衔接 它俩桥接在一起 这个咱们后话咱们再说 中间这个位置的处理是最后有的 咱们现在先考虑的就是前后的之间的这个衔接关系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中间还要给它留出一个缝隙来 因为从我们这个雕塑这个圆图上去看的话呢 它这一圈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硬边的 所以呢我们这里 我们先调吧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调顺畅 调顺畅了之后 再去处理其他的 这个呢 没有什么技巧性的东西 就是手动硬调 我只保留这三个 然后Ctrl-I返选 把其他的先隐藏 这我就不录下来了 就是直接告诉大家 我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调整它 这样先把它调整的过度的舒服一点 然后这边的这个点 你看这样它过度均匀 过度均匀 但是里边的这个现在不就跟它对不上了吗 所以里边的这个我们也要调整 让它的这个点呢 过度的均匀舒服 然后你这样调完了之后 对里边这有没有影响不清楚 因为我们要把其他的释放出来 释放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块出现了一个距离 所以这块还是需要手动的去处理一下 它这个相应的这个位置 还不能跑偏太远 OK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点我们应该再收回来一些 这个点再往前去一些 形成一个合适的这个过渡 这些点啊 包括这个距离我刚才要说的 我们把靠后的这个面选上 手动看啊 这还真的把他俩带上啊 顶式图沿着Y轴 我们移动一个距离看五十有多远啊 有点太多啊 给个三 然后 前面的这个 负三啊 中间拉开一点距离 边上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让他对接上 那边上对接之后 有些地方的点可能就位置就不舒服了啊 你比如说 这块的这个点 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拽下来一点 那么那拽下来了之后 这些位置啊 就相应的要有一个跟着这个过渡 中间再鼓一些 好 然后底下的这个就要跟着他对齐过去 那包括从前日幅上去看啊 这个位置的点 我应该让他形成这么一个流线型顺畅着过来啊 那包括这个点 形成一个顺畅的这样的一个泡物线 好 这样 然后觉得这儿 泡物的不够啊 比如说这块整体的这个点 还应该再往前来一些 好 这就需要一点点的去调啊 在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反复的修改啊 最后就是基于这三个型的调整 保证每一个模型都能够很顺畅的连接在一起 好 那我先暂停啊 全都调的我认为差不多了之后 再给大家去看啊 好 所有的线呢 我已经觉得能调到我差不多能能接受的啊 或者说我能调到的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好 那么这里边呢 有有两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中间留缝缝的这个 这个地方啊 那么大家看 呃 他俩 如果你从前视图上去看啊 确实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中间我人为的错开了一点位置啊 那么错开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为了让他桥接得到这块的这个厚度 跟我们刚才预留这个位置的这个厚度是一样的啊 呃 这个一直连到这儿 后边这块我要改线啊 所以我在这分份开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因为回头我要把这个点和这个连接 然后把这个点连出去 呃 甚至我要把这块的这个变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分份啊 呃 呃 所以你连点就连到这种程度就OK了 连到这种程度之后 选上 右上角的这三个结构 然后CtrlI返选 其他的我们先删除啊 然后把这个呢 我们给他 呃 结合一下 好 结合完成之后 把它一一对应的这个地方 嗯 这块的这个点 我们再手动的调整一下啊 有点太靠前了啊 好 所以所有开放边的位置不要调啊 你那个要调 你必须得宣传复制完成之后再调 好 然后把这一一对应的这个边 选中给他们桥接到一起 啊 啊 然后像这种位置 我们先全选所有的点焊接一下 啊 焊接完成之后 这就变成一个闭合的口了 我们点击封口啊 封完口之后 我说了这个地方我要改线 嗯 把这两个点连接在一起 让它变成一个四边面 嗯 然后再把前后的这个结构 瞧接在一起 啊 这差一块啊 啊 然后瞧完了之后呢 嗯 嗯 这儿我们也给它连过来 然后这个边我们给它移除变成一个四边面 啊 这个点我们约束到边上的这个情况下给它调整一下 啊 重新添加一个平滑 啊 转成多边行啊 啊 好 然后这一块的这个位置 就是 我们这样连接一下啊 嗯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 嗯 好反正从正面看的话呢 现在的这个是四边形直接衔接过去了啊 啊 五星点 嗯 五星点啊 两个五星点 啊 但是如果旋转到正面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 那我们 嗯 就不破坏它中间的这个中线了啊 这个边我们不加啊 这个五星点出现在哪都一样 那我们让它出现在前面啊 好 后边这块还有一个要衔接的地方啊 啊 我们把它隔离 好这个桥接我们就桥到这个位置中间留这么一个开口啊 因为我们那个参考图里边它中间是扭曲错位的啊 这个是错位间接的啊 呃 我们先连到这儿啊 就是这块我空一个开口 我说了这块咱们最后处理啊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旋转复制 就是 90度一个 哦 不对啊 这个呢 应该是先这样复制啊 180度 转过来 复制 然后 再旋转复制 180度 这位置是错位的啊 这个位置是错位的啊 好 这样的话呢 肯定能对接上啊 对接 但是现在我们中间这儿想啊 我没有关联复制啊 嗯 还是关联复制一下啊 因为这四个还是要调整一下的 旋转180度 实力 实力 这回我们先把它对接一下 换一下啊 能对上啊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想要的那个 衔接的这个方式 前视图 选上 这个位置 先往中间去一下啊 然后 调整这个点啊 然后中间的这个点再调的大一点 这个鞋面明显一些 OK 啊 做好它之后 这个点往上再来一点啊 好 好我们看这个边跟这个边就对接上了啊 就能够一对应了 好 好 手动的调整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嗯 嗯 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对接上的 嗯 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对接上的 好 好吧 回头我们 嗯 整体它现在是在去处理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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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情可能有一个模型位置动了啊 好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选择 把他们四个结合到一起啊 取消关联 结合到一起之后全选所有的开放边 按着Ctrl 啊 全选所有的开放边按着Ctrl 转到点层级选择焊接啊 焊接完成之后再选开放边 只有中间的这一块是没有选中的 那我们说了它是 这种错位对接的啊 上下的这个连在一起 背面的这个也是啊 直接连在一起 连完之后剩下的中间的这个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 呃 瞧接在一块就完了 好 好 瞧接完成之后 向中间的这个点 约束到边上 上下一起选中之后 上下一起选中之后 往两边松一下子 好 啊 我上下 下 压扁一点 OK 然后像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和这个 我们手动的聚中 往里面搜放一下啊 啊 让它过度均匀 顺畅自然一些 啊 其他的点不调了啊 好 那么这样对接完成之后 然后 你添加涡轮平滑 看一下 哎 其实这个形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啊 呃 从布线的顺畅性 连贯度上来说 都是OK的啊 然后有些地方的厚度 比如说这个转角的厚度 看着可能不舒服啊 包括像这些位置 你可以这样 添加一个推力 然后呢 比如说给个三左右的这个大小 这样的话 它不就变得更宽一点 更厚一点吗 啊 然后再添加涡轮平滑 那个 圆润 圆滚滚的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布线的角度上来说 哎 直接 衔接过来 啊 好 那么这个模型 啊 我们就 嗯 讲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